上一回咱们说到有人敲门 这秀琴开门一看 是个长相怪异的小胖老头 而这老头啊 开门见山地说呀 要找老鹰鬼 有事 你找谁呀 老鹰鬼在家吗 找我有啥事啊 这秀琴让他进了屋 请你帮忙 找样东西 找东西 找啥东西啊 找几片龙铃 治病救人 哈哈 你笑啥 那压根就没有的东西 你让我上哪儿去找给你啊 而胖老头啊 以为老鹰鬼是在推脱 从这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兜 扔到了老鹰鬼的眼前 老鹰鬼开着玩笑啊 打开了布兜 啥玩意儿啊 金豆子啊 而这一看可不得了啊 这里面还真就装着金豆子 老鹰鬼把这金豆子推回到了胖老头的跟前 你快收起来吧 黄眼睛啊 这钱呢 我也想赚 可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的东西 你给多少钱我也变不出来呀 你说 是不是这个脸啊 我也不是冒着梦来找你呢 我知道你年轻时见过 这么着啊 你先带我去看看 要救的是什么人 而这胖老头一听啊 蹭了一下就窜下了地 开门就走 行 那咱们就走吧 这老鹰鬼往他蹲的地方瞅了一眼 有一些细碎的金沙散落在坑上 老鹰鬼断定这胖老头啊 不是凡人 老头子 你就这么跟他去了 他行为虽怪 却不像坏人 我去看看再说 而这老鹰鬼骑着吧 胖老头在前面跑 真比这兔子还灵巧 一直跑了百十里地呀 来到了一个地方 老鹰鬼一瞅 认识那地方啊 叫金沟 早年间呢 有很多金矿 如今呢 没落了 而那个胖老头也不知道累 连粗气还不喘一口 你快着点 咱们前面就到了 你走吧 我跟着上 而这胖老头啊 带着老鹰鬼进了金沟 又走了一段路 眼前闪现出了一条 古色古香的街道 这老鹰鬼一看呢 一勒江绳就停了下来 你怎么不走了 因为呀 这老鹰鬼看出了一场 他右眼看见的是一条古街 可是左眼阴眼看到的 却是深坑 那些行人 也是和这胖老头啊 差不多的模样 而这倒更让老鹰鬼好奇啊 找他的到底是什么人 他驾着马呀 就进了沟 右眼瞅着来到了一处金宅门前 红灯高过 写着一个经子 可是左眼看到的呢 却是一个老旧的矿洞 这胖老头领着他进了内宅 一个面向和善的老太婆 跟老鹰鬼打了招呼 我把人带来了 给您老添麻烦了 我这还没帮上啥忙呢 您别这么客气 老头子 有人找来了 你有救了 这寒暄了两句啊 老太婆一撩帘子 床上躺着一个老的 不能再老的老头子 不用问呢 这得病的呀 应该就是他了 我也不是什么高人 这事啊 也没把握办成 我这把睡出了 死了也没啥 靠我这一死 就得样及一大片啊 我也看得出来 你不是凡人 也不瞒你 我几十年前 确实遇到过龙 可是那也算不上是真的龙 就算找到了 也不知道对你的病 起不起作用啊 我知道这世上 早就没有阵笼了 你把那东西的鳞片 带两片给我 就行了 你要信得过我 我就试试 这话说完了 老太婆又捧了一个布袋子 给他 老鹰鬼推脱不得 只能是收了下来 出了门 一路是快马 家鞭就回了家 得准备一下呀 可当我家把事一说呀 这红丫头说什么 也得跟着 不行 我去 我就要去 我就要去 也没说不带你去呀 你撒什么坡呢 可是这红丫头啊 听着老鹰鬼要去取龙鳞啊 在这地上又是撒坡 又是打滚的 非要跟着 结果呢 老鹰鬼啊 一开始就没想不带的 你带我去呀 你早也说 我就不用弄这一身灰了 去可以 你得听话 我有哪次 不听话了 你得说 你有哪次 是听话了 你们俩呀 都一样 去了能拿到就拿 拿不到 别逞强 放心吧 娘 就没有俺们爷娘 摆不平的事 这爷俩收拾好了 又从鸡窝里 爆出了熟睡的小凤 带着一块就上了路 这红丫头不明白呀 为啥要带上小凤啊 不是睡觉 就是找母鸡的货 我说你能不能别睡了 这家伙这么难 咱带他干啥呀 带他来 省得咱俩爬悬崖呀 对了爹 你遇见的龙 到底是啥样呀 上不了天的 算不让是龙 你给我讲讲呗 提起这事啊 得是三十多年前了 这老鹰鬼 倒也没推脱就抢了起来 说是当年呢 他灭了土匪 正大炮一伙之后 就在这山上住去了 当起了山神 这每日就是湖吃闻水 没事打个野味 那弓箭呢 练得是百发百重 不说百步穿扬 也差不到哪去了 当然说呀 他在这山上 猫到了第三个年头 那一日 他打了一只兔子 正架着火烤呢 他突然就听到啊 这远处林子里的鸟 都被惊了起来 拼声音呢 可以判断是有人上山 而且呢 还不是一个人 老鹰鬼就紧觉的 要把这火给熄了 钻进树林 爬上了一棵高树 居高林下的往下张望 这林子里呀 走来一对人马 老鹰鬼一看认识 正是这李八皮父子 而他们父子陪同的呢 竟然是个日本人 这爷爷俩呀 又像个狗一样 围着那日本人摇尾巴 走在前头的一个大汉 突然拦住了那个日本人 他竟然察觉到 这树上有人 老鹰鬼本想给那日本人 来上一枪 结果被那个大汉 掀开了枪 老鹰鬼是忙闪身 躲到树后 见对方人多呀 就想先撤退呀 找机会下手 可是他刚从树上跳下来 那大汉就追了过来 在奔跑的过程中 向着老鹰鬼开枪 这老鹰鬼勤劫之下 跃进了树丛 一个方鼓还没起身 大汉已经拦在了面前 抽出了军用匕首 这老鹰鬼戴上面具的同时 也拔出了刀 两人同时冲向了对方 就要展开一场恶战 那每年 都后来 别人被吹出了 这次猜疑的 这次猜疑并且